王妃的六段风流情史 每一段都堪称传奇 第一位 黎明 两人鹰派袁振侠彼此相识 当时黎明为了追求王妃 不惜砸下三千万 虽然没有在一起 但是对于黎明来说 王妃却是她心口从未得到的朱砂制 第二位 鸾树 1990年是北京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在这一年王妃认识了 黑豹乐队的键盘手鸾树 随后王妃也签下黑豹乐队 成为其中一员 却因王妃与好兄弟窦维 给自己戴了绿帽而分手 第三位 窦维 因着鸾树的原因 王妃认识了黑豹乐队的主唱窦维 一夜情之后 窦维与乐队 鸾树的关系破裂 明造一时的黑豹乐队 因王妃至此解散 1996年王妃与窦维结婚 次年生下女儿窦静童 1998年8月 两人正式离婚 第四位 谢霆锋 王妃初见谢霆锋时 那时的谢霆锋才七岁 直到2000年 两人惊眉艳芳牵线走在一起 后来因为谢霆锋 与张伯芝的绯闻不断传出 2002年5月封飞恋结束 第五位 李亚彭 2004年 王妃西安演唱会 同飞恋曝光 2005年 王妃与李亚彭结婚 次年女儿李嫣出生 在王妃面前自卑的李亚彭 被传在外面找小三 2013年 彭飞恋彻底结束 离婚后的第二年 记者拍到谢霆锋 和王妃在北京密会 至此 风妃再度复合 你们认为谢霆锋 是她最后的归属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